受到武漢肺炎疫情的影響 星級飯店的龍蝦套餐 也下殺到五折的優惠 而百貨公司餐廳的吃到飽 白蝦 蛤蜊 鱸魚 也都強打買一送一的優惠 民眾也說 只要餐廳的防疫措施 做得夠完善的話 他們還是會願意出門吃飯 疫情肆虐飯店 也為了拼自救 也得推出這種超澎湃的海陸套餐 而且還煞煞到五折起 瓦跳跳的波士頓龍蝦 用刀子處理後再裹粉下油鍋 加入豆瓣醬 蔥薑蒜等獨門醬料 大火快煮 蓋上鍋蓋 再燜個兩分鐘 龍蝦已經洗飽醬汁 還有這道整烤扇貝 100克的大扇貝 經過百度高溫流出新鮮湯汁 還有蟹黃小籠包跟土雞湯 一字排開 價格全都便宜一半 其實為這個餐廳也是帶到 一到兩成這樣子的一個買企 希望是在一個比較隱密 或者是人數比較少的這個空間 所以我們飯店有很多的包廂 那甚至現在也有 我們也會在客房 也可以把它改成是獨立的包廂 讓客人在我們客房裡面用餐 24隻南北白蝦通通下鍋 一口咬下 肉質新鮮飽滿 還有半斤的蛤蜊跟三公分厚的鱸魚 通通50元有找 疫情比較鬆解的話 再出來外面吃 想要去吃也是會去 像再過幾天後也是要去清 炸雞被炸的金黃 還有這款吸滿韓式辣醬的炸雞年糕 也強打馬一送一 我們進餐廳的時候 其實餐廳有幫我們做消毒 那所以我們是覺得還好啦 其實還好耶 其實平常有在戴口罩那些 其實都還可以接受 從飯店到餐廳 各出奇招都要在疫情中 逆事在起 東三台經新聞 需要組合 坤原台北採訪報導 明天天天天寺